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29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38点 来到了18237点的位置 当然相较于昨天大涨超过百点 大家会觉得 今天的台北股市 好像没有过去这几天 来得这么样的强势 但实际上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一个台股算是表现 非常非常的一个抗跌 怎么讲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现阶段亚洲股市的一个表现 好 大家看到这一块是上涨指数 台股跌了0.79% 南韩首尔指数跌了0.9% 日经跌了0.66% 恒生也跌了0.88% 换句话说今天整体亚洲股市 普遍来讲它是呈现了一个回档的修正 那今天的台股能够呈现抗跌 当然如果你有去听夏老师 盘中连线的一个投资朋友 当时我们讲了盘面有两个重点的成盘指标 一个是2330的台积电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于金融类股 今天从开发金 国泰金 联邦银 新光金等等 一路往下几乎都是呈现了上涨 量比较大的只有玉山跟赵峰是呈现下跌 因此这个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基本上国际股市跌 我们跟着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但能够呈现抗跌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所以这告诉大家了 原则上到明天12月30号 台北股市封关的状况之下 台北股市都应该不会出现太大幅度的一个回档 因为事实上包括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我想我昨天我也跟大家谈到 昨天事实上就是这种所谓 拉台积电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好那拉台积电的一个走势 当时其实我们就告诉大家 这个是刻意 有特定的意识要把指数脱离 这个18000点这样的一个大关 因为你没有量嘛 那如果你又不想要量价背离 又不想要下杀取量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那个差距拉开 然后用拉回来防守的方式 代表你越过18000点 所以这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所谈到的几个重点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续墙 我想也呼应了 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谈到 行情的一个架构 因此这个时间点我们刚刚谈到 既然现阶段的一个行情到封关率 甚至应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到明年的1月份台北股市 都还是维持多方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思考的一个重点 已经不是说到底要不要爆股过年这件事情 而是到底要爆什么样的股票过年 相对安全而且又有机会 拉出一个波段式的一个走势 好因此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想我们就先针对这个问题 来帮大家做解析 之所以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谈到说 今天撑盘的重点是来自于台积电 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说要请大家去追逐台积电 而是在于它所带动的周边效应 当然最近的消息很多啦 包括要去这个台中 中科再去做一个设厂的一个动作 但问如何你要知道的是说 一档你买一档台积电 现在大概要61万7千块 他并不是那么容易去做一个着手 因此大家的想法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聚焦的是 他周边的族群 那我知道今天大多数连线的分析师 应该都会谈到这一块 但是我们不是在今天才跟大家谈 事实上我们在昨天 我就已经先带我的会员朋友去做卡位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两个股 这个是12月28号 1773的一个胜衣 它的一个股价走势图 然后我们在这个价位去做切入 当时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一档个股 它是很明显的惯性改变 什么叫做惯性改变 就是我现在走的那个力量 跟现在走的角度 跟过去这一段时间不一样 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以之前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 你看跌到129块之后涨到139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应该说129到139这样的一个区间 基本上它整理的时间 从9月下旬一路到了11月的上旬 也就是说这一段整理的时间大概是接近快两个月 然后突破之后很快速的压回 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突破的那个走势是失败的 所以失败之后它再度出现回测 但是回测的整理区间这一次更小 134到139它只有5块钱的整理区间 这一次整理的时间花多久 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 大概是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然后再突破148.5 然后出现回测 回测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到139块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前面两波的整理区间 它都是139当作是那个区间的上缘 当作那个区间的上缘 但是来到最近期的整理 一样是区间的整理 但是它已经把原本的上缘变成下缘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要知道 这个其实股价的惯性有一点改变 它就差什么 它就差增量表态去做突破 好所以昨天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股价后续突破之后 我们在昨天开始进场 去做一个布局的操作 对不对 好那这个很明显 当然就是角度开始出现改变了 就是你看前面都是过高之后很快拉回 过高之后很快拉回 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是连续第四天 它的股价在盘中都有创下波段新高 今天最高点是来到169块半 那创新高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不论你买在什么样的价格 你只要不是买在今天最高点的位置 你都会呈现一个获利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提醒 因为毕竟以它跟 因为它最主要的客户就是台积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台积电的好 当然其实代表圣衣相对来讲 也会是一个好的表现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通常大家知道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就是 把那个K线图拉到 只有到季线扣底的一个位置 但实际上你把整个波段的一个走势放出来 你会发现它现在的价格是创下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这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它上方没有任何的套牢卖压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只要没有出现爆量长黑 它都是一个多方格局的一个表态 这是我们在昨天告诉大家 第一个你应该要注意的一个个股 除此之外大家可能会说 老师今天的圣衣也不过只涨2.76% 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档 今天股价攻到涨停板的 但是我再一次强调 不是因为它涨停板价 而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就已经有先提醒大家 这档个股叫做3583的星云 当时我们是在 昨天我上节目之前 应该是11点30几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去做一个进场操作 你看我还不是带你追在最高点 好那股价拉回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切入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之后 尾盘收在昨天的一个平均价格附近 这个其实就告诉你有这个机会你知道 因为事实上 为什么要强调平均价格 因为平均价格代表的是 当天市场的平均成本 好那你即便你是大户也好 你是那个法人也好 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 就是股票当天买进去 然后那个股价收盘就跟那个 你买进的价格差3% 4% 所以当他往这个均价去做拉抬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这一波的股价应该是做对的 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他要 让这个股价接近平均价格 那损益上面至少看起来相对来讲会比较好 好那这两个股的原因 事实上如果你单程就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应该这样子讲当然今天应该这样说 他最主要其实在两个范畴里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幸运的股价 目前是锁住8347张 那他最主要两个东西 一个他做台积电的半导体设备 另外一个他做所谓的再生晶元 再生晶元这一块它是投资中国的公司 然后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发展 那实际上再生晶元 基本上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你半导体需求上来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对于细晶元的需求其实会很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国内有做再生晶元的公司其实不多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1560的中砂 那我为什么没做中砂 因为昨天中砂股价已经先攻到涨停板的位置 所以我们当然你追涨停板 你今天还是有一根停板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你看我们买的是3583的星云 对不对 星云的股价是买再回测 然后昨天收高的过程当中 这个应该也大概有1%到2%的一个幅度 然后今天股价攻到涨停板 是不是你赚的比一根涨停板还来得多 对不对 然后另外包括像什么 事实上现在市场当中有人在谈另外一档个股 叫做8028的升阳板 那他一样有做再生晶元 然后做晶元薄化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夏老师 也要提供给大家一个概念 事实上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我也跟我一个操作还蛮厉害的一个朋友在聊天 就是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应该要追最强的 还是要去追那个落后补障的 那基本上他们自己做嘛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都买 他既然有这个族群性的效应 事实上应该都要去做一个进场 对不对 但对于夏老师来讲 因为我们是带会员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 第一个我们会控制档数 我可不可以都买 我可不可以今天继续叫森阳办叫中沙 当然可以 问题是投资朋友 你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资金啊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帮大家去做档数的控管 要做资金的控管 我觉得这个是投顾老师的价值啊 不是单纯说看到什么产业强 看到什么个股强 然后就叫你去做追价 然后一追追买了买了10几档20档的股票 然后跌了就不管 长了继续讲 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 投顾老师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我们一直都告诉大家 我们公开我们的一个操作 摊在电视机说的前面 观众这个摊在前面 为什么 为了让你知道说 你在整个操作过程上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一直强调嘛 我们希望能够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 获利出场也好 停损出场也好 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要让你知道说 面临到的各种状况 它可能发生的情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最终选择了最强的股票 实际上如果以锁住的张述来看 当然这个证明其实 也是证明我们是对的啦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当然从这个角度来 很多人会觉得说 老师我就等过完年之后 我再来参加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有时候不是差几天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不会说一直推下去 这个字幕包帮我上拿掉 这个部分不是 我觉得重点不是差几天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年前年后 或者说年前年后的问题 而是行情每天在变 它当然有它的一个机会存在 有它的一个这个你该出厂的时候 你要出厂 或者说你该买进的时候 你要买进 我说真的啦 你说老师我过完年之后 我再来去做参加 说真的 有没有90块钱以下的幸运 可以让大家做进厂 我想其实不太容易啦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告诉各位 就是说基本上 明天也是最后一天的啦 那我是觉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思考 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老师 带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 是遮遮掩掩 然后只讲对的 还是说像我们一样 我们都公开告诉大家 那绩效好或不好 我想这个留给观众朋友 你去做评断 但是你既然看谢老师的节目 我相信我的节目 应该对大家来讲有帮助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基本上就是 反正就是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投资 这个明年啦 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这一次 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我们一起 在明年的股市当中来做操作 那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加入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 这两档个股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个股市 而做特别留意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一天 抽费本档 机会不在 成东斗铺 转发 打赏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一样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目前的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36点 来到了18236点的位置 大致上跟我们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振幅应该不到10点吧 大概就是稍微涨幅收敛一点点 但是我刚刚其实也谈到了 以今天整体亚洲股市的表现来看 今天台北股市算强 那明天应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我先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对于航行的看法 那原则上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要撑盘嘛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会比较容易出现出货 就是明天到底 那个开盘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会呈现到货 如果怎么样不会呈现到货 基本上如果像是这个美国股市 没有什么涨跌或者是下跌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撑盘的走势 那反而出现大涨的时候 因为这个不是控盘者的想法 而是大多数的投资人会有的想法 就是趁着大涨的时候去出股票 所以原则上如果明天你明天早上起来 你如果看到那个美国股市大涨 说真的明天的行情就比较容易出现 节前的卖压 但如果没有 那原则上大概就是维持这个格局 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封关 好但重点是封关结束之后 明年的行情嘛 因为你不是做到今天为止嘛 不是做到明天为止嘛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明年的一个走势 什么样的个股 他有机会来做表态 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谈了 半导体的族群 圣衣创新高 星云涨停板 好但除此之外 我想我们事实上我们过去这一个 大概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做出发啦 好所以你会觉得说 老师那国票哪里都同样 是这个最东西是要做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些个股 然后到明年 它是很有机会的一个族群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明年大家都会觉得 半导体成长力道最强 但事实上不只是半导体啦 包括了网通5G 这个其实成长力道也会非常强势 好所以在之前我们跟大家谈了两档 网通类股对不对 那4906的正文昨天股价创新高 好今天的价格 但昨天股价是开高走低喔 好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谈嘛 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股价走势好了 好我们有留下昨天的走势图 昨天股价你看 328 然后收盘311 好所以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嘛 有时候基本上我们都希望 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我一直强调我们不担心观众朋友跟单啦 当然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在市场当中赚到钱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第一时间我们切入你没有切入 或第一时间我们走了你没有走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我比较担心的 因为为什么会出现那样情形喔 因为我过去我讲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正文 我相信大家你不会理我啦 但是因为股价没有动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一根喷出去之后 大家可能会想到说 哦夏老师有讲过正文 要不要来追一下好了 那你可能就会追在 波段新高啊 对不对 那一来一回 我说真的 不论这个股票后续涨到哪里 我相信你应该过成本你就会出了 因为事实上不止你啦 包括其实即便我们这样 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如果一追降 当天就套3%4% 说真的 这个我们也会毛毛的啊 就尽可能上去 没有什么赔就把它出掉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会错失一档股票 飙涨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股价就亮缩整理啦 那原则上我觉得不差啦 因为昨天这个那么长的一根 开高走低的黑K 今天是亮缩的 那原则上问题就不是来得这么大 那昨天我有谈过我们关注的重点 这个下午我再来跟大家去做分析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一档个股是什么 另外一档个股是3704的核心控码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说 我不是每天去讲最强的股票 这些个股 我们在过去这几天一直 这个Apple Watch讲话了 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我们过去 我们看好的个股啦 除非它碰到转弱的 或者是停损的位置 我们才会去做出场 对不对 但是每天我们尽可能都 帮大家去做追踪 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即便我怎么讲 你还是会看电视买股票啊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然后当然希望啦 就是说你看电视也能够活力 但是我们尽可能还是要以讯息为主啦 但无论如何你回头过来看 你看今天这根红K棒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红吃七黑 对不对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你看它七根红K 不是七K 事实上如果说从 在前面这两根来做计算 连续九根的黑K棒 但是九根的黑K棒又如何 它的股价其实并没有跌破月均线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洗盘的过程 所以投资朋友你要清楚的知道 什么样的个股是真的转弱 什么样的个股是洗盘 如果你被洗掉了 那当然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 以它的一个获利来看 这是我们强调的就是 它赚2块1 30几块钱的 30几块钱的网通类股 它的获利算最好的 但是它的股价却没有 相对应的一个股价的表现 那我觉得随着进入到 明年成长动力出来之后 其实市场会还它公道啦 这个是我的想法 那除了这档个股是 一红吃了七黑之外 另外还有一档个股 今天也是一红吃好几黑 这个是6443的元金 对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说 做股票有时候要有一点耐心 不是说 当然今天幸运涨停板嘛 但是其实我们就讲说 我们事实上我们就针对幸运在讲说 你看昨天买今天就涨停板 这个对我们来讲收货源很有利 但是你要知道是说 事实上不会每次都是 就是你今天买明天涨停 或者今天买当天涨停 那有一些个股 你要等它的股价发酵啦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个股价今天 一二三 吃到三根啦 那这个高点是42.7元 中晚盘我们看一下 就是42.7元这个价格 应该这样讲啦 就是说它能不能够吃到六根的黑K棒 因为要吃到七根比较难啦 但是重点是为什么要讲这个价格 原因是你有没有看到 K指标在这地方出现翻扬向上 那翻扬向上什么价格会出现黄金交叉 这个可以算 这个可以用算的 那事实上大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能够把六根的黑K都吃过去 最好是连糕点都吃过去 原则上就会翻扬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说你就产业的角度来看 我想这两个股没有太大问题啦 人家接单满载 人家现在接单满载 然后明年整体台湾 这个确不确定我们不知道啦 我们不方便发表什么意见 但是台湾的绿能产业的确 那个占比是比较低啊 所以明年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推升的力道 说真的你看今天能源股 利基就不谈了啦 因为利基最主要是LED 当然它有太阳能 那但是那个比重 其实并不是来得这么重 你看元金的今天涨幅 是整个产业当中排名第一啊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谈的 有时候股票要挑啦 然后要花一点时间 让它股价去做发酵 那另外包括像返甲 你看今天股价也就 这是我们今天手上表现最差的 一档个股了 那问题是股价也就维持在平盘附近啊 但是投资朋友 你手上个股怎么表现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够这样子说就是 基本上做股票是这样子啊 你要一步一脚印 你要扎扎实实的去做 不是说包括投股老师也一样 不要用一些投去取巧的方式 所以我相信 投资朋友你看我们节目一段时间 你大概都知道我们的风格 到底是怎么样 那今天你所看到的股价上涨 我想这个都是扎扎实实的积枣 没有太多问题 因此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当然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想要等明年啦 但是有时候说真的 有时候差一天 一档差九秋啦 它有时候差一天差别就会很大 所以如果说在这一次 投资朋友如果你想在明年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都可以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有任何问题或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2月29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为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就是一发折 输国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倒数一天 抽合本档 机会不再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